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ara 嗨 今天呢我要來拍一支Sephora的開箱 沒有錯,這一堆Sephora是我在Sephora VIB sale的時候買的 那想知道我買了什麼的話,我們就直接繼續看下去吧 今天我們第一個就來講這個是我一直都很想買 出了不知道幾年了,然後現在我在Sephora上面看到它在打折 然後我就想說,那就買囉 這個是Beauty Blender他們家的Bounce Liquid Whip Longwear Foundation 這是Beauty Blender出的粉底液 然後他在國外我記得我看到非常多的review都說超級無敵好用 但是他們之前就是有一個爭議,就是他們好像色號不是很夠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的時候色號非常多,但是就是黑人的色號特別少 然後中間色號超級無敵多,然後白人的色號就好像差不多剛剛好 反正就是大家就是一直在那邊罵他 因此有很多人就是做了review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好像就是Jeffree Star說很好用 然後Tati好像也說很好用 你看你聽到Tati,Tati不知道消失多久 你就可以知道這罐粉底液到底是多久之前的東西 那我現在把它拆開,我還沒有把它拆開過 我的色號,我還不確定是不是我的色號 但是我買的色號是Blend 1.40 他們的粉底液平衡是這樣 擠呢是從這邊擠出來,然後它就是會卡在這個上面 然後讓你用你的Beauty Blender 因為是Beauty Blender出的粉底液嘛 讓你用你的Beauty Blender去沾它,然後上到臉上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卡扣 是不是 噴出來了 對啊,我個人沒有很喜歡這個設計 我只是覺得新鮮 對於這邊擠的到處都是粉底 我還要把它從這一塊擦起來這件事情 我沒有很喜歡說實在 我今天沒有要來用Beauty Blender 今天我要來使用的這個是 It Cosmetics他們的 Love is the Foundation粉底刷 然後呢,這邊我有他們舊的 就是之前出的 怎麼講,非常複雜 他們好像基本上每一年都會出一支 Love is the Foundation粉底刷 自從Kathleen Lai說過這支源頭的非常好用 好像是它的初代 我就一直很想買,然後一直都等不到 我那時候去美國的時候看到它就是這種平頭的 然後結果終於在Selfridges看到 然後那個圖片啊,長這個樣子 但是我買來以後它長這樣 所以又是這種平頭 所以我就買到一支平頭 我就超級無敵不爽 然後這一次我看到它終於出了這個是源頭 它是有照片讓我看到說 喔,真的是圓的 我才想說好,那給它買下去 終於是Kathleen Lai說的那個源頭的 很多人在問我這兩支有什麼不一樣 我個人覺得呢,就是源頭比較好用 因為我已經使用過了 平頭它就是範圍有點太大 所以很容易卡卡的 然後源頭在這個眼睛下面 會比較服貼一點的那種感覺 我一直以來都算是 比起平頭我會比較喜歡源頭多一點點 那我喜歡源頭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它們比較好洗 平頭的如果你沾下去之後 你中間這塊很難洗 但是因為這個中間這塊是凸出來的 所以整個就是會很好洗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就是來用這支 我新買到的 LOVE IS THE FOUNDATION粉底刷 來上我們今天的底妝的部分 對啊,它可以在上面就是這樣子調 好像還行喔這顏色 然後這刷子真的是很好用 但現在用起來就是一個很順 沒什麼刷痕的粉底刷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粉底刷 很多都是這樣子 但再怎麼說 Caffeine Light說這個超好用 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搞不好現在就是有很多其他的粉底刷 都比它還要好用 它這個粉底液啊 我一開始以為會是那種 蠻厚的 但是它其實比較偏中間 它不是超級無敵碎 但它也不是超級無敵勾的那種 遮瑕度是中間 上上去之後 我還是看得到我很多雀斑 但是它又沒有說少到 連泛紅都看得到 我覺得泛紅第一層就可以遮住了 熱號還蠻對的 拜託我不要安全 這樣像這個刷子這麼大 我就很難 塗這個眉毛中間這一塊 霜感非常之服貼 沒有那種浮浮的感覺 看完Jeffree Star跟Party的影片 我有一種 欸這個會超級無敵高遮瑕度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這樣看起來是沒有 可能用Beauty Blender可以再疊加 但是我今天沒有要使用Beauty Blender 那我現在就先來洗一下刷子 Cara這瓶刷具清潔液是真的還蠻好用的 但比起來 我還是覺得Sephora更好用 但是Sephora就是很難買 所以如果你們有想要那種 即時的刷具清潔液 你們就可以買Cara這一瓶 就可以洗得蠻乾淨啦 中間還是有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是用這種 平的刷子的話 它中間就是會有一塊卡的非常裡面 就是要洗到天荒地老 就是我一定要用水洗 然後一直擠一直擠 它才會洗乾淨 好你看接下來這就是我說的 我沒有到很喜歡的這一點 就是這邊會這樣子髒髒的 而且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可能每次要使用之前 這個地方應該都要酒精消毒一下 不然你如果這邊積了灰塵或細菌 然後你又這樣子把它擠出來使用 那個臉應該是會過敏爆 但擦乾淨以後還是很漂亮 但是重點是質感很好 我有點驚嚇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在大特價 是因為它要停產還是怎樣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 所以如果有在用美國代孕 或者是你住在美國 或是買的到Sephora的人 有看到打折 可以買 好我來上一下遮瑕膏 因為我發現我並沒有買新的遮瑕膏 遮瑕膏我使用的是這個 Catrice的 True Skin High Cover Concealer 所以他們之前最新的我 IG上面有跟他們合作過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我覺得是比我之前最愛的那個 也是Catrice的 Camouflage Concealer 它比那個Camouflage的 低遮瑕一點 但是再保濕一點 因為Camouflage的那個 我雖然已經覺得很保濕 但是這個的話 我個人覺得它再更保濕一點 那接下來呢 我要來給你們看 我又買了一個 這一個 One Size Beauty 這個是Patrick Star 它出的蜜粉 One Size Beauty 我自己什麼東西都沒有用過 然後這是我第一個 買的他們家的東西 因為我之前看到它的眼影盤 Nikki Tutorial在使用的時候 雖然說很好用 但是它畫得非常patchy 然後我看它在Sephora上面 也是一直打折 評分沒有到非常好 所以我就對它其他東西 比較沒有用興趣 但是因為Patrick Star 是我知道它蜜粉 之前它跟Mac合作的時候 出了一款蜜粉 這個 充滿了歷史的這盒蜜粉 我的天啊 大概如果有發霉 我不會意外 沒有發霉?OK 它之前還有出別款 也是一樣跟Mac合作 都超好用 就是好用到爆炸 所以我知道Patrick Star 就是一個化妝很在意底妝的人 我對它的蜜粉就非常有興趣 所以當它出了自己的品牌之後 我就覺得它的蜜粉一定要買 這是我第一次打開的 這裡面就是one size 就是OS 然後它裡面的one size 就只有中間那個斜槓 是會有蜜粉跑出來的 在那之前我還是先把眼睛下面 確定一下有沒有基線 那我的話要直接拿這一支 就是Laure Mercier的腮紅刷 來先定一下眼下 我知道我上一個影片 有教大家如何Bake 那個真的是可以學起來 但是今天呢 因為等一下 並沒有要帶這個妝出門 所以我是直接做一個 用刷子的小小Bake 就多上一點蜜粉 其實也是Bake 但是我個人還是覺得 用美妝蛋也加 那樣子的Bake效果還是最好的 這個真的是 我是很好倒 我倒了一些在這裡 我現在通常使用Bake的時間都是 平常出門只畫底妝眉毛 反正就是妝很淡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會Bake 我反而化濃妝 通常都是拿來拍照使用的 因為我真的很久沒有出門了 我的天啊 目前覺得這個包裝 Not my favorite 它只有中間這個糠 有沒有生進去的這個糠 會掉蜜粉出來了耶 我比較喜歡那種 洞比較多 然後可以倒很多蜜粉出來的 定妝質感是還不錯 但是看起來有點乾 應該是因為我剛剛蜜粉上了很多 有點像Bake那樣的效果 但是沒有卡乾紋什麼之類的 Trust me 我臉上一定有乾紋 當然也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很不方便 因為你定妝前眼下的遮瑕什麼東西也都上了 等到你這邊畫完霜妝產品 你的眼下不就極限了 不然就是其他地方會極限 那我第一個我要先來介紹 這個其實是我在Selfridge上面買到的這個 Chanel他們家的修容霜 那這個其實是我已經聽人家講 非常非常久了 然後這搞不好是我的第一個香奈兒產品 我就記得我以前在看很多 英國的Youtuber 然後他們都比較喜歡講一些精品專櫃的產品 然後我就是聽說這個真的很多人推 那就是一個霜狀或者是膏狀 顏色看起來是蠻正常的吧 雖然我覺得一打開就是覺得 有點偏鮮豔的顏色 因為我個人就是修容都很喜歡用那種灰色調 但是這種應該是比較偏自然色調的 那我現在有點緊張 因為我剛剛定完妝之後 我覺得臉默起來有點乾乾的 那我就是要來用這個Pony Effect的粉撲 然後來試試看 因為我個人覺得現在如果用刷子 應該會有點恐怖 我先用粉撲試試看我再用刷子 它蠻硬的欸 它不是會很軟的那種 我一開始以為摸進去它會凹進去什麼之類的 沒有我這樣子蠻用力的搓 你看它還是硬硬的一塊這樣 那我就先這樣子使用它 我只上一邊好了 因為我另外一邊也有另外一個修容 對我今天有很多修容跟腮紅 這很自然欸 就是一個中間色調 可以看一下這邊 真的很多人說它真的是超級不得好用 但我現在用起來呢 就是覺得普通 但是我還蠻喜歡它是這種硬的 它如果很軟就會不小心沾到太多 就很容易上到炸開 就很容易一大坨在這邊 所以它這樣子比較不顯色 然後這樣子加疊的上法 比較容易可以把它上得很漂亮 就整個看起來很有層次感 好那剛剛的這個粉波 我想要稍微的洗一下 這邊有這個大創的洗刷水 好接下來呢 我們有這個Patrick Ta 他們家最新出的 我記得最新出的 這個修容霜狀加粉狀 它叫做 Major Scope Cream Contour Powder Bronzer Duo Duo就是兩個顏色 一個是陰影修容 然後一個是一般修容的顏色 看起來像這樣 他們的包裝我好愛喔 這是他們的cream contour 是比較灰色的冷色調 然後這個是powder bronzer 現在就是要來使用一下這個cream contour 其實我有點想要用刷子試試看欸 我來使用看看 說不定會失敗 這是Lolica他們家的04號刷 因為這個修容它是cream狀的 所以它有這個板子去把它遮住 以免有毛飛進去 但這支刷子一直掉毛 所以還是有毛飛進去 喔!兩根毛 我的媽呀 就是來 拿到臉上 這個很漂亮欸 還是這支刷子的功勞 這樣子很ok欸 顏色對了 我覺得 比起香奈兒這邊這個 Patrick Tart的這個 顏色我更喜歡 這樣子我就是可以直接出去 當然香奈兒這邊也是可以直接出去 我覺得這邊是看起來的健康 感覺有曬過 然後這邊就是臉很有立體感 兩邊真的是不一樣 用手去摸 就是用指紋這樣去推 它摸起來就會濕濕的 那我這邊上完以後 因為它是bronzer degrow嘛 我就來把下面這個顏色也一起上上來 那下面這個顏色呢 我要來使用艾諾奇的刷具 209號 這樣子就加了點暖色 這邊的修容就看起來很完整了 然後因為下面原本是cream狀 所以就是會滿顯色的 這邊好像不是修容的顏色 是我的泛紅的顏色 你相信我還有其他的修容 但是呢 我現在要先講一下 我前面完全忘記講的 今天呢是有抽獎的 跟著我一起看到影片 最後就知道今天有抽什麼 因為我有東西不小心多買了 然後就想說那不然 就來抽個獎吧 好的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來上我剛剛說的 我還有另外一個修容 那這就是這個 Cat Von D的修容盤 怎麼會長這樣呢 因為我用美買代孕的時候 沒有特別去選包裝要加強還是什麼東西之類的 然後它來的時候就是直接碎到包 我的整箱Sephora的東西 到處都是這個修容的一塊一塊的這個粉 所以其實滿傷心的 這一盤因為它價錢不低 所以我就一直都沒有想到說要買 結果這次買我就沒有想到 因為我其實算是第一次買美買的化妝品 就是之前美買我有買過化妝包 啊化妝包怎麼摔都不會壞嘛 那我的話今天就是要來使用這一盤 的中間這個顏色 我想中間這個顏色還算是實用的 然後它很顯色 我們這樣這樣沾幾下 它就真的超顯色 那我要上在哪呢 我要上在香奈兒修容上面這一塊 把它加深 喔有一加就非常的深 脖子下面這一塊 它的粉質超細 我那時候其實在摸的時候 我就知道它的粉質非常細 這邊我又再加強一下 整個就是非常漂亮的修容盤 所以我一定會再買這兩顆 因為這個也是艾力之前非常非常推薦 然後我也是拖到現在才買的 然後呢這個聽說是很不錯的 鼻影修容 所以我要拿它來上我的鼻影 但是它們的掉粉其實還滿嚴重的 那我來看會發出什麼是 真的很顯色 也是好暈染的那種 看這個修容盤真的非常的漂亮 我的鼻影現在整個就是很完整 我才多刷幾下而已 這盤呢我個人現在就是只用那一點點 我是覺得還滿好用的吧 接下來我要來用這個淺的顏色 因為我覺得眼睛下面這邊 我覺得還可以再打亮一點 所以我來試試看這個顏色 我有五個腮紅 我那時候在買的時候並沒有想清楚 我只是知道我很想要買 Patrick Todd他們家的腮紅 我一直想要他們腮紅的其他顏色 然後我也很想試試看這個Tower 28 他們家的腮紅 我也很想試試看 Selena他們家的這個霜狀腮紅 那今天這就是我們要抽獎的產品 對沒有錯 影片最後我再告訴你們要怎麼抽這樣 我就先來使用Selena的這個腮紅霜 因為我們今天要抽它嘛 所以一定要上一臉上給大家看 那這個呢是Selena的牌子 叫做Rare Beauty 包裝就長這樣非常的可愛 然後普通也是它打開以後 更可愛它就是長這樣 那它是有點偏冷色調的粉色 豆沙色的那種感覺 我稍微用手摸摸看 它長這樣我不知道手摸下去會是什麼感覺 然後就是一般的霜狀 很顯色耶 但是很薄耶 就是上上去是這種很薄的那種感覺 我現在要來用Morphe的這個M427 是這種Dual Fiber Brush 這種人工纖維毛 這個色號By the way是Nearly Moth 今天早上起來想起昨天晚上做的夢 我在吃糖醋雞腿 就是它是糖醋排骨的那個口味 但是它是雞腿的那個形狀 然後今天早上起來就很想吃糖醋雞腿 你昨天晚上夢了什麼 如果有做夢的人告訴我 那如果都沒有在做夢的人也告訴我 非常的羨慕你 那表示好像你睡得很熟 這好像還是有點像我之前NAS的那個狀態 它還是有一點點把妝帶起來了 還是要用這個粉撲好 那我再用粉撲試試看 其實還蠻可愛的耶 我一開始以為會太偏紫 我現在臉上粉真的很多 所以底妝有一點點起來的感覺 我不知道這個我覺得可以再多用幾次 但目前我是覺得顏色很可愛 我蠻喜歡這個顏色 我覺得我可以再上得漂亮一點 我現在把這四個我還沒有上的腮紅 全部都刷色在我手上 然後呢我們再來看哪一個顏色 我個人覺得比較好看 我再把它上在臉上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看這個 Patrick Ta 這是She is sincere 他們家這個是霧面的粉狀的腮紅 然後這顏色是這種比較偏 peachy的這種顏色 比較偏桃色的顏色 喔這顏色很漂亮耶 喔我喜歡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他們家的 Major Headlines Double Take Cream Powder Blush Duo 膏狀跟粉狀一起的腮紅 那你看一樣有這個板子把它擋住 這個顏色是 Do we know her? 摸起來還蠻濕的耶 這顏色是一個珊瑚色 就是美美的珊瑚色 這兩個顏色也蠻美的 好的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這個Tower 28 第一個的顏色我先上這個比較橘的 那這個是第一個顏色叫做Golden Hour 就是一個橘色 我剛剛摸一點點而已就這麼顯色 摸起來有點不好控制耶 我覺得像剛剛的Red Beauty那個就是摸起來比較稀一點 所以會比較不容易 顏色會黏一塊塊的感覺 但這個感覺好像會 然後再來的這個顏色一樣是Tower 28 叫做Power Hour 它顏色看起來是我的菜 你看它是這種很顯色的 喔這個看起來很容易翻車喔 感覺不可以在定妝之後使用 今天就先不用它了 但是它這兩個顏色 喔尤其是這個美到包 我們來使用Patrick Ta的這個粉狀的這一顆 這個叫做She's Sincere 用這個Laura Mercier的腮紅刷 它剛剛被我用手指摸過的地方 有一點點卡住耶 這是我非常不喜歡發生的事情 好 這邊是雙膏狀的 所以上起來會有一點點光澤 因為它是有點濕濕的 那這邊是霧面的 所以只會越上越沒有光澤 接下來的話我們要來上眼妝的部分 我還是有買眼影盤的 雖然這不是在Sephro買的 這個一樣是在Selfridges買的 然後它那個時候在特價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是Tamograph Divine Rose Luxe Quad 玫瑰系列四色眼影盤 你看這種叫做那種大盤的 然後它的小盤狀好可愛 然後這是它裡面的長相 雖然長得有點普通 沒有什麼太大的亮點 就是看起來沒有什麼重點 可能就是因為沒有深色啦 那我先刷色給大家看 這推不完耶 這也太顯色了吧 哈囉 然後這個是旁邊的那個金屬色 這個金屬色跟這個粉色 這邊還有一個這個芋頭色 這芋頭色也是非常的顯色 我想要Live刷色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刷得這麼整齊漂亮 然後這是它裡面的這個紫色 也很美 好我先上這個芋頭色 然後把它上一點 等等它有點顯色 然後顏色有變深 我這個根本就是可以拿來當加深色 那我呢想要直接疊這個粉色 在它的這個芋頭色上面 因為這粉色也不淺 所以沒有辦法再當淡的暈染色 所以我想說把它跟芋頭色結合在一起 看能不能變出另外一個顏色 但是一樣是加深色 有沒有就是變得比較粉一點的加深色 這邊用刷子把它含暈開 我現在直接上粉色 然後在眼睛下面 哎呀 這樣我還太大囉 這樣刷一刷就沒有了 這樣怎麼意外的 還蠻漂亮的 因為有那個芋頭色啊 所以顏色看起來是有點髒髒的 那既然顏色都有點髒髒的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紫色的金屬色來 讓我們的眼皮的亮色 那我直接用手指 我來試試看用刷子上這個紫色 把這個紫色當成中間的打亮色 那它真的是比較暗一點 所以這個眼妝變成有點smokey eye的感覺 我的眼妝總是要有一點亮點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用這個最淺的顏色 從裡面這個地方上 上出去一點看看 刷子需要沾濕一點 眼妝瞬間就回來了 其實我剛剛原本以為要翻車了 也要翻車囉 但是我個人覺得加了這個亮色之後 everything is fine 掉粉到處沒有我想像中的嚴重 我以為下面都是那個紫色那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剛剛用那個紫色的顏色 它其實還蠻結塊掉粉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沒有掉什麼粉 好那我現在的話應該是先去把我的眼線 睫毛等等東西上完 我再回來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上打亮 打亮這個是我之前買的 有點忘記我沒有分享過 但這個是 Bobbi Brown他們家的 highlighting powder 所以我今天打亮的部分要來使用它 那我就先來上這邊 粉很細 但不是那種超級無敵閃 是那種自然型的 這個的話比較適合你想要走自然光的人 只會讓人家覺得你的臉好像有一點濕 不用手摸 你看它是這樣子 有沒有它不是像ofra那樣超級無敵閃的 它是這樣子有點suttle的光澤 接下來就只剩下唇膏的部分 那唇膏的部分 我有買兩支這個Huda Beauty他們家 新的光澤型的唇膏 然後我還有買一個這個Tower 28 他們家的顏色已經賣光 就是賣得差不多 只剩下這個我覺得 我可能會有興趣的顏色 這個叫做Almond 然後呢 我又買了一個Pan McGrath他們家的唇線筆 然後這個色號是Contour 也是塗色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個超級無敵塗色Lip Combo 好那首先呢 我就來進入這個超級無敵強的唇線筆 這個是之前Pinky很久以前就已經推薦給我的 Pan McGrath的唇線筆 那當然Kathleen Light也已經推薦了好幾年 我個人是真的被它嚇到 就是它真的是非常無敵不掉色 我看一下 看到嗎 看到嗎 我傻眼欸 我通常會把唇膏就是畫在手上 我就會直接拿一個衛生紙 然後這樣子把它抹掉 但這個就是它抹不掉 我這個現在上面有沾一點點卸妝的 這樣子用力抹才抹得掉 所以平常在你嘴巴上 基本上你如果碰到 應該是不會掉下來 所以我覺得說不定你可以直接上這個 然後戴口罩也沒事 但我先來畫一下我們唇線的部分 那我的話當然要畫一點點超過唇峰 馬上就不會掉色了 是不是那種比較磁色的那種唇線筆 應該要說唇線筆應該都是要這種很磁色的 因為我也用過很多不同種唇線筆 開架比較多 它們都很容易會掉 所以之前才不知道唇線筆的用處在哪裡 我就覺得說那不就是一個比較細的唇膏嗎 但是我覺得Pay McGrath這個讓我有知道 唇線筆就是應該要這個樣子 我應該會再繼續買別的顏色 然後它裡面還有附一個膠籤筆的 上面有寫Pay McGrath 接下來我有這兩個 Huda的唇膏 然後我買了兩個都非常土的顏色 一個呢叫做Raja 好漂亮 這是我喜歡的那種土裸色 就是有點裸色加一點點巧克力進去的感覺 然後就變得比較淺的巧克力 然後接下來這個顏色是Pastella 應該是這樣唸吧 天啊這兩個都好美喔 一個比較偏黃 一個比較偏中間色調 應該比較偏粉吧 那我應該要使用比較偏粉的這個顏色 雖然我覺得我會比較喜歡Raja這個顏色 但是因為搭配我們今天的眼妝的部分 所以我要使用Hasta 歐美性感唇的Fuway 加了那個唇線筆之後 有那個Huda Beauty的唇的感覺 當然就是沒有它的那麼厚 人家有打東西 OK 那最後的話就是要來使用我們這個Tower 28 那這個呢 我是聽說它的質地是真的非常好 然後我其實之前也有使用過 它如果單上的話 是在嘴巴上會覺得 有種護唇油的那種感覺嗎 所以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有喜歡的Tower 28的顏色 尤其是那種比較血色一點啊 這個會有一點看起來生病 這個唇蜜如果比較血色一點的顏色 我個人是覺得平常就是可以隨時都擦出去的感覺 那我上在手上面看一下 這個唇已經歐美到 沒有辦法再歐美了 這項鍊是APM的 基本上就是我今天買的產品的部分 那最後呢 我要來講我們抽獎的部分 抽獎的話我們有一個這個 這是Rail Beauty他們家的腮紅霜 然後跟我的是同一個色號 也就是Nearly Mob 然後呢這邊還有我買東西送的一個贈品 這是NARS的修容 因為我已經有了 然後跟NARS的潤色唇膏 他們也有送一個很可愛的 Make Up Eraser的小塊板 打開好像是這麼大 可以清整臉 但是就是可能要洗一次 然後再用一次 我也不知道 反正如果你有看過Make Up Eraser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好用 那就是這三個東西今天要抽獎給你們 那抽獎的方法 大家如果有記得的話 就是在下面留言 我也不知道要留言什麼 反正留言任何東西 你愛我 或是我愛你 或者是你最近想買什麼 就是留一個東西 然後記得一定要放你的IG帳號上去 不然我真的找不到人 我就會一直重新抽 然後留言完記得不要忘了給我一個讚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每次我有新的影片 我都會第一個提醒你 然後離開前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Instagram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